哈囉我是SKY 不知道大家有興趣的經驗就是 有時候可能健身房人太多 器材不好輪 或是你可能今天趕時間 想要就地解決 不想要到處跑來跑去 去輪流使用器材 所以今天呢 帶給大家 只用一台機器 Cable 打造你的 鋸臂 只用Cable訓練的鋸臂片 打造肩膀與手臂的完美線條 只用它的訓練部位分層 五個肩膀訓練動作 三個二頭肌訓練動作 三個三頭肌訓練動作 首先肩膀的第一個訓練動作 跪姿肩推 相較於站立肩推 跪姿可以更好地穩定我們的軀幹 尤其減少腰椎的負擔 可以的話找一個軟墊 練在我們的膝帶下方 然後調整好握把的高度 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像這樣如果太高的話 下方這一段就沒有肌肉張力 那太低的話呢 你會從一個很奇怪的位置發力 會感覺我肩膀很舒服 所以當我們把握把調整到 適合的高度之後呢 深吸口氣吸飽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感受好肌肉的張力 之後呢再發力推起 然後我們節奏大概抓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然後這個動作呢 我們大概做十到十五下 五組 主肩休息一分鐘 很多人不太知道重量怎麼抓 會接你先跳一個不要太重的重量 可以好好的維持好你的動作為前提 做到十下以上的重量才順便 如果你調的重量太重 從一開始就全身都在亂抖 或是你的收手這樣亂跑的話呢 哇這個重量對你來說就太重了 請你先把重量降低一點 好好的把動作做好再開始訓練 好我們第二個練肩動作 單手側平均 首先呢我們把握把調到最低 好調整好一個適合自己的重量 這個重量呢就是你可以用標準的動作 好好的做到十下的重量差得多 好非常簡單 如果我們今天練左手的話 我們就跨出對側腳 右腳跨出去之後 左手握到把手 把你的身體調整好 吃飽氣 慢慢感受肩膀的肌肉張力之後 發力上提然後緩慢的下放 節奏大約做到上提一秒下放兩秒 正式組做到十到十五下 五組 單手練完後我們只需要轉身 就可以接著訓練我們的另一隻手囉 組間休息一分鐘 用KEMO訓練車平均的優勢在於 他能全程保持良好的肌肉張力 讓你在最低點的時候 也能讓肩部肌肉收縮 接著我們第三個動作 三腳肌後速的滑輪反向飛鳥 一樣我們在握把的高度 調到十上的位置 好接著我們把把手拆掉 等一下呢 等一下呢我們會 背向後方 然後左手抓右邊的扣 這裡有個球 我們用自己的大褲子跟十字 扣住這個位置 握住 握住這顆球 然後右手呢 拉左邊的 十字盪 扣住之後整隻手握住 然後慢慢的向後走 好感受到張力之後呢 吸滑氣 向後滑 這個動作用於訓練我們的三腳肌後速 訣竅在於向外向後畫圓 而被向後做拉的動作 將會讓你用到過多的手臂 以及後背肌群發力 發力後滑然後緩慢的回正 這邊的節奏跟前兩個都一樣 大約抓後滑一秒 離心兩秒 正式組抓12-15下 四組組間休息一分鐘 好 我們來到了肩膀的第四個訓練動作 面拉 首先呢 我們將扣完 裝上麻花繩 然後調整好適當的高度 我會建議大家 略高於自己的身高的位置 拉的時候呢 我們將我們的手背 扣住麻花繩的底部這個凸起的地方 拉著它慢慢往後走 好 感受肌肉張力之後呢 發力 向後拉 拉著太陽柱的兩側 然後回正的時候可以稍微放鬆一下肩胛肌 之後呢 發力 向後拉 發力後拉至結束位置前 全頁向外翻轉 離心時 緩慢向前 至初始位置時 放鬆肩胛股 來增加訓練行穿 節奏上去抓 後拉一秒 離心兩秒 正式組抓12-15下 四組 主肩休息一分鐘 第五個動作 站立 高拉 那這個動作呢 在上提到頂點的時候呢 肩膀會有點內眩 會比較吃個人的活動度 所以當你如果在獨立訓練的時候 不覺得肩膀有不適的話 會建議你先不要去訓練這個動作 或是找一個專業的教練來幫你看一下 我們將握法降至最低點 雙腿站穩 核心穩定 高拉時手手向外提起 想像一下是用上斜方 以及肩部肌群的發力 來帶動高拉的動作 節奏範圍抓個後拉一秒 離心兩秒 正式組抓12-15下四組 主肩休息一分鐘 好的 我們肩膀訓練完之後呢 接著來到了我們 二頭肌的部分 首先呢 我們將高度調到最低 然後將握把換上 你要用直槓或是大股槓都可以 像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偏愛直槓 就是對短頭的感受都比較強一些 但是看現場有什麼 現場現在有大股槓 那我們就用大股槓 像這種二頭肌的 懶神彎曲 我就會建議大家可以做得重一點 那這樣肩膀不能做重嗎 肩膀也可以做重啊 只是說你肩膀因為它支點 它的槓桿比較長 所以當你在帶場的時候 自己可能會沒有那麼容易去察覺 有時候可能會聳肩 然後會靠身體去帶那個重量 錯誤動作自己不會發現 對自己很會比較難發現啊 但像二頭這個動作 基本上它就是維持 手肘在身體兩側來做彎曲 那像有些人 開始很帶場的時候 他會 拉不起來了 就會用腰下去 然後手肘往前 其實這樣是帶 那其實自己會很容易察覺 欸 我怎麼身體在晃動作跑掉 我們最好就是靠在身體兩側 然後身體打直去做彎曲的動作 那當然有些人會刻意 手肘抬高去增加頂風收縮 那又是另外一個訓練方式了 Cable站立彎曲 節奏大約抓彎曲一秒 離心兩秒 正式組抓八到十二下五組 組間休息一到兩分鐘 這邊建議大家 離心時不要將手肘完全打直 保持微彎維持良好的肌肉張力 二頭肌的第二個訓練動作 跪姿過頭彎曲 我們先把握把 調到最高的地方 然後調整好適當的重量之後 用身體把它向下帶 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吸保性發力 向後 哇 把握把拉斷的後腦朝後方 哇 我超愛這個動作的原因是因為 他對我長頭的肌肉感受度 非常非常的強 但是感受度這東西 跟每個人不太一樣 還是要看你自己試過才會知道 節奏大約抓彎曲一秒 離心兩秒 正式組抓十到十五下 五組 組間休息一到兩分鐘 二頭肌的第三個動作 麻花繩 垂式彎曲 首先呢我們先把握把 換成麻花繩 然後把它調到最低 這個動作啊 然後化成垂式彎曲 它對我們的功勞肌 就是我們手臂的外側 這一條的張力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這個動作也是我個人覺得 必變的動作 因為呢把你的功勞肌變強之後 不論是從正面看 或是從側面看 都會讓你的手臂顯得非常的強壯 我們將核心穩定好之後呢 固定好手肘位置 發力彎曲 下放時同樣不要將手肘打直 後來維持肌肉張力 節奏大概抓彎曲一秒 離心兩秒 正式組抓十到十五下無助 組間休息一到兩分鐘 好的肩膀跟二頭肌訓練完之後呢 最後我們訓練我們的三頭肌 那第一個動作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三頭滑輪下拉 我們把握爬調到之後 換成麻花手 我們將我們的手 手掌底部 扣住麻花手的底部 這邊因為凸起 兩隻都是扣住 然後握好之後 開始做滑輪下拉 吸跑氣 臀部微微向後 然後上半身微微前起 之後固定好手肘 發力一下拉 然後我們將做到底部的時候呢 拳眼朝外翻 可以更好地刺激我們的外側頭 大家可以比對一下 左邊是良好的動作模式 右邊是一個不好的動作模式 身體占太直 手掌位置跑來跑去 導致三頭肌的肌肉張力沒有維持住 節奏大約抓到下拉一秒 離心兩秒 正式組抓到十到十五下無助 組間休息一分鐘 第二個三頭訓練動作 直槓下拉 我們把麻花繩呢 換成直槓或者是W槓 好 將我們手掌心向上 然後握住槓之後 用我們的手掌下圓 扣住我們的麻花繩 然後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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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住 握住之後呢 單手扶住核心 腳站穩 吸保氣 發力 向上屈伸 節奏大約抓到上拉一秒 離心兩秒 正式組抓到十五下四組 組間休息一分鐘 來讓三頭肌做最後的充血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這次分享給大家的 Cable訓練菜單 橘幣篇 那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這些動作呢 也是我個人 非常喜歡做的訓練動作 大家就不妨找一台Cable 來開始訓練囉 今天的影片就請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掰掰